儿童新闻联播 你们这么燥 你们老是知道吗 儿童新闻联播 现在开始 我是小雅 我是小虎 过年回家 有不少人走的就是高速 高速又赌了吗 赌过了 现在的问题是 堵完之后留下了一堆垃圾 谁扔的 就是走高速的人呗 春运的时候 60公里的路 每天能扫出20吨的垃圾 两边的水沟都是垃圾 那就不成了垃圾桶了吗 不对 是走在垃圾高速路 这高速路什么情况都有 就说今天凌晨吧 在横哨高速 应急车道上有两辆车 排队逆行 高速路逆行 什么疯子 需要吓死宝宝了 开车的人被交警拦住了 那个司机就说 啊警察叔叔是这样的 我之前在应急车道有停车 给小朋友把尿 这口袋里就不小心掉了200块钱红包 所以专门逆行回来找钱的 啊这个尿也太危险了 对啊 这次不止罚200块钱了 那如果警察没有看到呢 嗯那我就不知道 反正在高速路是不能逆行的 其他路就可以逆行嘛 应该也不可以哼 这里是儿童新微波 我们就来说说警察吧 马来西亚 强迫胖嘟嘟的警察减肥 如果你想当警察减肥再说 他们都会胖嘛 对啊 天天吃喊猫猫啊 反正现在 马来西亚有很多警察 体重是超标的 他们又干嘛 长得胖 如一生病呀 没办法 他们只好归定 你要当警察吧 先把你身上的肥肉剪掉 我那么重不用剪 你说猴子当然不用剪 但是你瘦成猴子 能当警察吗 谁说不可以 儿童新闻联播就到这里 我是小雅 明天见 我是小虎 我去当警察了 儿童新闻联播 有宝宝加油 儿童新闻联播 独家制作不出 哦对了 他们东东正在 敲包里 儿童新闻联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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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